飛魚公司啊 這一次呢 拼了命的要搶回四站 我講的是拼了命 因為這個穩定機市場競爭激烈 所以呢 這個東西當初在 iPhone Store 賣的時候一萬多塊錢 那來到台灣呢 給予台灣客戶最大的優惠 G4 Pro直播穩定器 直播穩定器它擁有的功能呢 就是我們所稱頌的 法輪功能 再為大家唱頌 Omany be me home Omany be me home OK 去西藏限定專用 就是這個東西 OK 我不小心啟動了 糟糕 不知道會不會壞掉 這樣子頌 Omany be me home 好 這個功能呢 兩個電池 它總共配的多少呢 充電線 充電線 好這拍這塊就好了 充電線 微調板 微調配重 配重蓋 充電器 行動電源用充電器 兩組電池 可惜的是沒有給包包 包包另外購買 再來呢 加上 三軸穩定器 無線位三軸穩定器 一個 好 它只有這裡無線位 要軸無線位 好 它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馬達在用 相機呢 手機呢把它孔上去 孔上去之後呢 調對 好 三腳架拿一支過來 三腳架 好 它跟智雲來比呢 在手機夾這一塊 做的又比智雲好 又比智雲更精緻 更精工 比智雲Smooth C要更精工 好 調平 調平就可以了 那麼記得 我們都會送 你這支 這支腳 終身保固斷掉來換 好 終身保固的腳 穩定器專用腳 好 電池放進去 記得 凸的是正極 往上面衝 衝兩顆上去 有客人放一顆之後鎖進去 然後說不會通電 然後他就把那顆電池拿出來 再換一顆新的 然後再鎖上去 然後打電話來說 如果BOSS你們這個機器壞掉了 我怎麼鎖他都不會通電 因為他要放兩顆 結果客人只放一顆 好不好 好 啟動 啟動之後要放掉 不然他會關心 好啟動 啟動之後呢 他會先鎖定 先鎖定 先鎖定 鎖定 好 再按一下 左右跟隨 上下鎖定 好 再來 按兩下 左右跟隨 上下跟隨 好 初步就是這樣子使用 再來要注意的就是說 搖桿的部分 按一下 你要這樣子用 這樣拿你就會知道 什麼原因 抬起來 所以他是下 下 下 下波 下波是抬起來 推 推 推下去 好 跟一般穩定器不一樣 穩定器這樣拿的時候 是向上 然後向下是下 這樣子 這一台是剛好是相反的 它這是飛機的設計 飛機這樣子 起飛 下降 好 這是飛機桿的設計 好 左片 右片 好 再來 再來 再按一次 下降 起飛 右片 左片 沒有東能 因為他交給了體感 交給了身體去做體感 由體感去負責左片右片 好 按兩下 全部都鎖住了 為什麼 全部交給體感 全部交給體感去控制方向 所以遙控器 搖桿的部分是沒有 任何的動作可以做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優秀的地方 大家知道 穩定器用一用 到了一個時間 或者是長時間沒使用的時候 它會有歪斜的問題 歪斜的問題 遇到了怎麼辦呢 很簡單 汪波 是不是這樣 好 它會閃三下 閃三下 再來 校正 閃三下 好 閃三下 再來你就 一二三 好 它長亮 長亮 好 長亮之後呢 閃三下 長亮之後呢 就代表已經 校正完畢 如果你遇到幾件事情 你要做這個動作呢 好 把它叫起來吧 好 把它叫起來吧 好 完全關電 好 我們先把它完全關電 讓它初始化完畢 好 把它啟動 那啟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關機的時候 它是在 它記到你最後一個位置 好 記到你最後一個位置 好 現在完全關機 就不閃了 好 那我們把它啟動 好 啟動之後呢 就手放掉 手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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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去看 右偏的時候 我們是全鎖定 全鎖定你放著 當它有偷跑的行為 偷跑的行為 好 你就必須要做 剛剛的動作 洗面 把它馬達關掉 關掉之後呢 它有三次的閃燈 在三次閃燈之後 按三下 好 按三下呢 它就會自動 按三下之後 手要放 放得不動 不能讓它晃 最好是平躺在地上 那麼它就會完成校正 再來 按兩下 你pan的時候 它整個斜掉了 整個斜掉了 也一樣要做校正 好 以上就是這個 穩定器的一個效能 好 這是在手機方面 如果可以 請到怪機師這邊來 我們把你 你是GoPro版本 跟小螞蟻版本 我們都推薦這一塊 GoPro小螞蟻共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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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了之後 你的GoPro跟小螞蟻 就能夠工作了 就能夠工作了 好 那幾種用法是看那邊 一個是看那邊 好 一個是看那邊 好 那另外一個做法呢 看一下好 另外一個做法是看 看另外一邊 看那邊 看外面有個好處 看那邊有個好處 上 下 右 左 就變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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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三下 按三下 那這什麼用途呢 按兩下 看喔 這樣子在用 倒抓拍用 按三下是倒抓拍用 倒抓拍就是拍貼地用 按三下 再按一次三下 一二三 好 他就變成正常了 正常主拍生用 好 以上大致上就是說 整個 飛魚 G4 Pro穩定器 他在手機方面的運用 以及他在GoPro小螞蟻方面的正反運用 那麼其他呢 你如果說要把它改成 那個我們講的那個叫做 在那邊轉 攝影就是不能浪費時間 沒有在那邊慢慢磨這種事情 業主不會甘心 所以說就用橡皮筋塑的塑的 就好了 那你鞋子紅不好看 你拿黑的嘛 綁頭髮那種黑色的橡皮 也很專業 好不好 記得啦 就是說拍攝東西幾個原則 那個東西要講求它的效率 產生的畫面 而不是慢工出戲 我一直磨到命都沒了 那種畫面乾脆就別拍了 因為現在的東西都是素質 不像過去是經典 現在拍完的東西看了 基本上很少人再去看第二次 那你 與其浪費在那個細節上 還不如去浪費到它的多元性 還有廣誕性 還有技巧性 好 讓它的畫面更加的豐富生動 而不是在均勻那個細節上面 我會希望是比較朝這個方向 在處理影像上的東西 派別有所不同 方向都是一致的 為了東西好 好不好 各有各的觀念跟理念 那麼這裡呢 有個洞洞 這個洞洞是我們工程用的 我們幫你寫參數進去 另外呢可以加個無線模組 無線模組加上去之後呢 它就變成clam了 它可以在下面做遙控 進行clam的一個處理 好 以上呢 G4 Pro 怪機師這邊呢 開始進行促銷 那麼 我們會送三腳架 好 那價格呢 會比之前呢 會有更一波的優惠 那之前有買G4 Pro的客人呢 好 也可以回來要這個 代理上沒有給的零件 好 我們這邊會補給你 那這個板子是option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GoPro的需求 因此這塊GoPro牌 如果你有需要 也可以跟我們購買 好 我們也會盡可能優惠給大家 那 含稅含八票 含分期 好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這個是攝影師必備的第二機 尤其iPhone7出來之後 iPhone7有閃景拍攝 裝上去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單眼配合iPhone7 來進行一些畫面的調度 剪接起來呢 再透過攝板的套用 可以讓你跟你的單眼相機做很接近的色澤匹配 跟解析度匹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